这个男人原来是工厂里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的大人物 如今却沦落为食堂打杂的 原先跟在他屁股后的小弟们 现在都成了他的领导 面对这种局面 崔大可虽然心里难受 可脸上还是装作一副讨好的样子 现如今他算是败走卖城 所以他要卧薪尝胆 但当时崔大可当家的时候 干过太多得罪人的事 以至于这一下来 许多人都来找他算账 狗眼开人滴的东西 有今天呢 上次我有事求你 我说我要找对象 跟你换几米布票 你跟我说 你小子还做新衣服呢 随便拿点劳动布改不改不得 当时我不是 可是妹 别打了别打了 我错了 崔大可这一下来 就连妻子都受到了牵连 总厂医院把他从医务室调到了清洁队 人们还把崔大可赶出了职工宿舍 这时的崔大可终于感受到了绝望 但崔大可立志要做人上人 坚决不能再回到农村去 接下来的日子 崔大可找遍了当初的关系 可人们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崔大可 以后啊 你别没事找我 你 余叔 以后咱们说法事来电话 别老下点电话 让我出来见人 尤其这种人 崔大可为了能养家糊口 就申请调到挣钱多的翻沙车间 翻沙车间挣得多 干得也多 而且还都是利器活 要不是崔大可是农民出身 恐怕没几天就歇菜了 而且工友们还总是欺负他 把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都派给了他 即便这样 崔大可也把苦咽进了肚子里 为了他的家庭 他的孩子 为了他能翻身的那一天 这些都是他现在要隐忍的 而丁修男看着每天灰头土脸 浑身泥土的崔大可 他也终于感受到了崔大可作为男人的责任和担当 这天 崔大可实在累得不行 不小心让铁水把腿给烫伤了 但这也没有让他停止工作 车间主任被崔大可的精神感动 常领导也认为崔大可改造的不错 就给予了崔大可帮助 不但恢复了他的工资待遇 还给了一级浮动工资的补贴 并且车间主任还叮嘱工人们 不许欺负崔大可 这是崔大可翻身的第一步 然而一个惊天俱变彻底的让崔大可翻身了